刚才我们也有这些个股推介的说到就是623 刚刚观众Kinder也想问 他说见到美国是这样加息 会不会对623也有影响呢 它就十个百有货的 当然啦 你说在加息周期之下 理论上的息率越来越高 对一些就算是高息股也好 其实那个吸引性是 传统来说是慢慢减股的 因为你第一个息差而已 就是你的股息很简单的股息 减回现在环球的息率 所以你当个息率不断上 而股息率也是维持这些位置 一定是吸引性少了 但是我想都要再仔细点去看 就是现在究竟实际的利率 是不是真的明显标签得那么重要呢 现在很明显就未是住的 因为现在大家表面上看 譬如美联储刚刚加75 下次又加75 好像越加越快 但是大家都要理解背后的通胀价很高 即你的CPI现在是百点几 所以如果大家看实际的利率 即是将现在明显的利率 即是现在表面的利率减回 即是通胀减回这件事的时候 其实现在实际的利率 分分钟是一些零 或者都是零点几 或者是Igon付这些很低极低的水平 即是实际的利率来说 最后仍然这么低的水平的时间 你现在股息率 即是百年六百二三 其实整七厘几百厘 其实是绝对吸引的 如果我自己这么说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付一个 真正中长线收息去收集 我是同意可以选择的 而且始终除了股息率高之外 业务其实本身也很稳定 因为你说到六百二三 都是香港一些电信相关的业务为主 无论你外围打到多夸张都好 或者收息收到多夸张都好 这些业务是怎样都有一定稳定性的 我觉得它的股息率高 也不是因为它的股价很低 而令股息率高 是真的业务比较稳定 之外也很肯排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说在一个组合里面 即不是说叫大家一下子 全部变成这类型股份的 但是你说在组合里面 真的有这类型的股份拿着 我觉得在一个 可能比较逆市里面 其实是会舒服很多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慢慢分阶段去买 我也同意其实 选择这种 或者选择收息类的股份 现在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 谢谢 thorough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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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ыб 支持 感谢观看